南美秘魯首都利馬 當地時間二十二日 一座非法煙火工廠 發生爆炸 當局出動大批警銷 前往灌救 不過仍造成五人不幸死亡 大量火花不斷竄出 還伴隨著陣陣的爆炸聲響 火勢相當驚人 這裡是南美秘魯首都利馬 當地時間二十二號 一座非法煙火工廠 發生爆炸 警銷接獲報案後 立刻出動大批警銷前往灌救 由於火勢猛烈 加上爆竹被引爆 當地警銷在灌救的同時 也緊急斷電 避免引發更大規模的爆炸 根據警銷初步了解 這間工廠根本沒有申請執照 是一座隱藏在民宅內的地下煙火工廠 火勢撲滅後 也在現場找到五具遺體 至於為何會引發爆炸 詳細原因還要進一步的調查 同樣發生大火還有黎巴嫩 一座位於貝魯特的柴油儲存設施冒出火蛇 濃濃黑煙直衝天際 當地的居民表示 由於柴油儲存設施 燃料外漏 導致火勢迅速出火蛇 不蔓延 這個柴油儲存設施主要是提供附近公寓 三臺發電機做使用 雖然警銷趕到後 終於將火勢撲滅 沒有任何人員傷亡 但黎巴嫩缺水缺電缺糧 通膨率已經超過百分之兩百 被世界銀行認為正在經歷一場一個多世紀以來 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記者為陳博宜特報導